情感导师萧萧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辛唐米娜老师 欢迎 来 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已经一年半了 可我总觉得她一直忘不了她的前女友 前女友就是她的白月光 从很多事情上我都感觉她没有那么爱我 她只是把我当成她前女友的替代品 只是需要我的陪伴 但又不给我承诺 现在我觉得她让我越来越看不到未来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男嘉宾小张24岁来自山东程序员 有请 女嘉宾小张23岁来自山东实习医生 有请 欢迎两位啊 谈恋爱多久了 两年了快 咋认识的呀 我们在网上认识的 我毕业了 然后我自己租房有点孤单 我自己养了一只小猫 经常在朋友圈发 然后她也喜欢 然后我们就经常聊猫的事儿 后面就慢慢聊别的 一起出去玩啥的 就慢慢在一起了 快两年了还吃前女友的醋 不应该吧 我也不知道她脑子到底想着什么 就非得想着她那前女友 不是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就是一些生活上的点点滴 她老是让我发现 比如说 就比如说那时候刚谈恋的时候 我们还算热恋期吧 应该是最甜蜜的时刻 是是是 我们俩一起出去吃饭 然后吃完饭我想着 用我男朋友的手机拍张自拍 结果呢 我拿过她手机了 她就很慌张 女人的第六感 肯定这事不简单呀 我就想抢过她手机看 她就不让我看 我肯定生气啊 我就跑了 她就在后边追我 追上我之后 我就一把抢过她手机了 所以你是假跑争夺机是吧 也不是 当时因为太生气了 我就上头了 然后我就抢过她 我一看 哎呀 一整个相册里边 好几百张前女友的照片 那当时我就一下就火了 我们在一起 也有一个星期了 她为什么还想上前女友 还有那么多照片 解释一下 当时啊 她说我惊恐 其实我没有 我就是有点紧张 我在网上保存了几张 好看的动漫壁子 是那种动漫美少女的 我想她看到会不会不开心 然后我紧张 她反而觉得我有事 你的紧张点是 你怕她发现了 你喜欢动漫美少女的事实 并不是因为 你的手机里有几百张 前女友的照片而紧张 前女友那个照片啊 如果她不翻出来 我自己都想不起来 她在很下面了 这就是说 我害怕的那个点 跟你想的不是一个点啊 这个解释 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 我肯定不认啊 你不认你还跟她接着谈 但是当时我就想也挺喜欢她的 然后我想那就算了吧 毕竟也是刚才面 是吧 对对对 都忘不了 还不是说明她长情 是是是是是 后来呢 后来就更过分了 我去她那边 发现她上大学那些东西 我就看着她的书里面 加着好几张她前女的照片 我当时都想 我都已经生过一次气了 你竟然还不赶紧回去看看 还有没有一路的东西 你还让我发现了 有实体照片 书里加那个是当时啊 上大学的时候 就打出来 然后随手一加 你大学的书 你闭了一页 谁会去看 谁都让她翻出来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有这事 这个解释你信吗 我当时信 但是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 就让我开始怀疑了 那我们听听后来 就是当时我们谈恋爱有半年了嘛 她还快过生日了 第一次过生日啊 我也挺喜欢她的 我给她买点什么小礼物啊 我就提前两个月开始准备 想给她一个惊喜 我还当想了可好 当时可开心了 然后我就想试探一下 她是不是喜欢啊 我没想到她一秒就懂了 我都没直接说她就懂了 啥礼物你说着我看 我懂不呢 我说你喜欢什么星球呀 然后她当时就说 我最喜欢月球 然后她就开始说 你不会是要送我那什么吧 你们谁能猜出来是什么 就这么一个信息 啥呀 一般没有被送过的人 肯定是不知道 啥玩意儿 今天我也带过来了 可以让大家看一看 啥东西 我特别想猜是地球仪 不是 不是 就是一个这种东西 啥呀 这种就是打的广告语啊 是送你一整个星球 就是你在我心里 就是一整个星球的那种 然后你用手机扫的话 它就是能扫出来那种 AI的那种立体的那种 整个星球的实况 哦 对 这个确实还比较那个啊 就是比较有心意 他们可能学历也比较高吧 文化人之间那种暗语 咱也不懂 不是不是 你的意思就是 我们这些学历比较低的 我们确实也不懂 你学历高 你给我们解释解释 你是怎么知道的 就当时啊 前女友送我那些东西啊 其实我都该扔扔 然后该销毁就销毁了 没留啥 就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想反正就一块石头嘛 也无所谓 而且它还挺贵的 我就没少了扔 我就随手往那一放了 不知道怎么 就让它翻出来了 哦 一问 他就知道了 你就开始查证是吧 我又不是查证 又是我在他家里开始翻东西的时候 有个精美的盒子 是不是他送了我的小惊喜啊 我当时还挺开心的 结果打开一看 是这个 当时我就特别生气 我就直接给他扔进垃圾桶里了 结果为什么现在还在我手里 你给大家说说吧 我就觉得 挺值钱的东西扔垃圾桶挺可惜 你要真不喜欢啊 我挂网上卖掉 我拿点钱 咱俩吃顿饭不好吗 他竟然从垃圾桶里给拾回来了 你不先当吗 当时那垃圾桶很干净 里面没扔什么 我刚换了垃圾桶 行啊 那你说你想挂在玩卖了 现在怎么还在我手里呢 这也过去一年了吧 没卖出去 后面我就忘了这查了 那你今天敢现在电视上卖吗 不用卖 我直接送 我不要了 所以你怎么处理 哪位老师想要 就看他舍不得了 不不不 你不能这么问姑娘 你就直接送就好了 你哪有谁想要 谁想要能说出来吗 就这些老师他们能说出来吗 他们虽然很惦记一块石头 但是他们敢说出来 我就送一个最近的吧 礼物 你看人家这个情商 人家说送一个最近的 谢谢 我一定要看一下 真的是一块石头 对 用手机扫的话 可以扫出来 来 接着说 他不是给他钱 你有拍了好几百张照片吗 他们在一起的时间 也就才一年 我跟他在一起都快两年了 他给我拍过几张照片呀 我没拍过吗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出去吃个饭 然后去逛个街啥的 我都给他拍了 然后拍了之后 他说你怎么把我拍得那么丑啊 你怎么把我拍得那么矮呀 你拍得根本不好看 你赶紧删了吧 然后我拍一下 他让我删一下 我拍一下 他让我删一下 后面我就觉得 没必要了吧 你自己拍得了 是这样吗 那他给他前女生 怎么拍得那么好看 是不是因为你前女生 学历比我高 家境比我好 是不是长得比我好看 比我瘦 所以你才这样呢 你看他就是很无端的联想吧 那姑娘是特好看吗 我肯定是觉得不好看 那不就不玩了吗 但是他俩是一个学校的 因为他俩的学校比我好 你学医的很厉害啊 没 我是普通的医本 然后他们就是那种重点 就说不了啊 他家庭还比我好 他家境比我好 我本来是应该不知道 这件事是吧 结果他自己说的 那不就是开始点我了是吧 开始怎么点你的 说我前女生 我都是体制内的 不缺钱 不是在点我吗 根本不是点 是他说我根本释怀了 我不在乎了 你给我说说我不介意 然后当我真说了 他就生气了 下了个套 对啊 他表面上表现的就是很平淡 你点生气的意思没有 不是 你这不是给自己找添堵吗 要不是他一直想着 我还能一直问啊 所以是不是在你心里 一想起他的前女友 你都会觉得自己不好了 我本来这个人就很缺乏 很自卑 然后他又一说 他前女友条件那么好 那我肯定就更自卑了呀 他平时啊 他就老在网上刷那些 穿的好看的 长的好看的 拿去和自己对比 如果自己比不过的话 他就会觉得不好 觉得焦虑 然后他就去买一些好看的 然后就做头发之类的 都去 真的吗 就是爱美之心 人家有之呀 是是是 那哪一个女生不爱美啊 很多方面我觉得也是因为 她不给我足够的安全感嘛 让我觉得 是不是我自己不够好 我要去改变 所以还是怪她是吧 对 但我觉得爱美 你得有个限度吧 正常的爱美之心 人家有之 但是你不能因为爱美 去不顾一些别的东西吧 比如说 比如说大冬天的 穿漏肚子那种衣服 还有鞋子 宁愿如果这个鞋子好看 但是磨脚 他也会穿 就是觉得那个东西好看 而且我觉得 也没影响我的健康 我虽然穿漏肚子 我好像羽绒服 我出去我也露不着风呀 我就觉得不好 我不喜欢你穿漏肚子的衣服 行 女生这个就不反驳了 这完全因为爱好是吧 不是因为她没给你安全感 也有吧 我觉得也有是因为 因为她不给我安全感 又一小方面 这么多方面 所以你觉得她对你好吗 姑娘 她对我不好 她跟我在一起 那么两年时间了 就那么多节日 什么情人节生日 然后什么过年跨年 从来没送过礼物 我用她手机逛逃跑的时候 然后看她的购物记录里 以前送给她 前天有很多东西了 什么手套啊 围巾啊 暖手宝那种特别暖心的东西 她从来没送给我过 我觉得手套暖手宝这种 根本都称不上礼物吧 你连礼物都不肯送 没有啊 送了 最开始在一起 我是精心挑选 就我挑好了也挺贵 花钱买给她 她说不好看 不喜欢 和她不搭 然后再往后 我就学聪明了 我想买什么礼物 我先试探她 我试探了好几次 我挑的她全都是不喜欢的 否定 对 我就觉得我们俩 可能审美不一样吧 后面我就让她挑好了 我直接买给她 或者说我直接赚钱给她 有发红包是吧 有发红包 那你这个就夸张了 人家是不知道 该买什么礼物你知道吗 不啊 但是我觉得 感觉不一样 就是你虽然送给她 前女友那些暖手宝 手套啥啥 虽然不值钱 但是至少正面是在乎吧 只有在乎一个女生 才会在乎她冷不冷吧 她不在乎 她是不是需要冬天 需要一点东西了 也就是说 她送你暖手宝什么的 你反而觉得开心是吧 对啊 我也不是在乎钱呀 我就在乎她 到底心里在不在乎我 想不想着我 那她要送给你那个 你心里会不会这么想 你看你送你前女友 就是这个 送给我也是这个 但是她连送都不送 你都没有给我生气的机会呀 她还给她前女友 织过一条围巾 她给我织过吗 她连努力都没努力过 织围巾 我就是买了毛线球 织了两下我就放弃了 我觉得我不是那块料 所以说我也没给前女友送过 她看我买过 她说我没送过 然后我经历过那次 我知道我织不成 我就干脆不买了 听来听去没啥了 还有呢 这跟前女友有啥关系 她自己本身有原因啊 好 本身我上课 然后她上班 我在东头她在西头 然后离挺远的 只有周末的时候 我们偶尔就约会 因为我会做饭嘛 然后我心里 要给我男朋友做顿饭吃 然后我觉得她肯定 会夸我贤惠吧 结果我做好了饭呢 等了她一个小时 我就问她 你什么时候过来吃呀 然后她就慢悠悠悠 说我打完这局再去 然后我就坐在那儿 无聊等她 然后就开始看手机 越看我越生气 就是那饭都凉了 还有什么意义啊 我又不是你妈等着你 那已经推到高地了 所以我才和她说的 行 听到这儿 反而豁然开朗了 终于少了前女友的阴影 这反而是个好事了啊 在你的心里觉得 游戏 手机比我重要 在男生的心里 那可能 这是我需要的一个 放松的方式 对吧 你没有觉得不爱 但是女生就觉得 不被关注了 对吗 但我觉得热恋期的人 做顿饭不应该特开心吗 谁像她一样 还是那句话 又不是你妈 我等你十分钟 我也没问题 行 那个我让你开心点 你前女友给你做过饭吗 没有 开心吗 不开心 更伤心了是吧 就是 还有别的吗 姑娘 她说她工作忙呢 她工作什么时候忙过呀 她上班的时候 都秒回我消息 然后下班准点打点阻人 从来没有见她下伙伴过 不是 秒回你消息也不对 她上班 她不应该认识上班吗 我觉得她应该 为我们的未来努力 她应该好好工作 她工作的时候 就应该工作 然后下班回家放松 就应该放松 在我的世界里下 就是她上班也放松 下班也放松 然后就是躺平 觉得不上进了是吧 对 我上班回答消息是因为 我上班对的电脑 电脑上登的微信 因为那个微信 是工作生活一起的 我肯定得登的呀 我登的微信 我肯定就能回答消息呀 根本不能证明 我上班在就是放松啊 我觉得我上班挺累的 这听出来是对男生 现在的工作现状 或者叫职场现状 不太满意是吧 我不是对她的职场不满意 我是对她这个人 对在工作态度不满意 她就是躺平的态度 不像一个 就是刚毕业的 年轻的小伙子 应该周气蓬勃 每天积极地面对自己的工作 在我的世界里 她就在每天摸鱼 我觉得没有 她最过分的就是 我觉得她不能陪我 以前跟她前女友 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在学校里 他们俩 校园爱情嘛 她就能陪她前女友 去上课 去上自习 然后去参加社团活动 还能去图书馆 轮到我这儿了 就是开始玩手机了 不是 那些穿越时光的景象 你是怎么看见的 你的照片 不是 你好几百张照片 你都翻过了 大致地看了一眼 尤其我记忆力又比较好 这个记忆力好有时候 也不太是好事 那你来干嘛呢 我就想让各位老师 看我们还有没有走下去的必要 还想让她自己告诉我 到底在不在乎我 我很在乎她 我平常对她 也没有她说的那么错 因为我觉得 很多时候一年小的东西 她就上纲上线 谈了两年 对吧 对 父母知道你们在谈恋爱吗 知道 着急让你们结婚吗 我父母不着急 他父母知道 因为他工作了 我在上学嘛 我还没上完学呢 现在不实习了吗 还得在网上读呢 你还准备再考 所以这个婚事 你们也没有放在 你们考虑范围之内对吧 我虽然没有考虑 但我跟她提过 什么叫跟她提过 就我说你愿不愿意 跟我结婚 那时候我还有点期待呢 我期待她会说 我肯定跟你结婚 那外边那些男的 不都这样说吗 结果她真是行 她直接来了一句 不婚不遇 我说不婚不遇是开玩笑 我和她说过很多 然后中间加一句 不婚不遇 她就把这个记住了 我觉得离结婚 还差很远 本身自身的条件 也不满足 什么条件不满足 起码有房有车吧 我两样都没有 我得先努力赚钱吧 而且她还要继续往上考 还要去南方上学 太不稳定了 各方面 那在我的世界外里 就是因为你还想 你前女友 她都谈恋一年半了 还发一条微博 怀念她前女友 什么微博 写的什么 又到毕业季了 看到朋友圈里那些 学弟学妹们 发的那些毕业证 我就想起来 我的前女友 可能我表述的 不是那么准确 大致是这意思 你还能记得住原文吗 我能记得住原文 你背一下 我们来感受一下 我把原文都带过来了 能看吗 能看最后 来看一下 我觉得她都没看内容 她就看到前女友三个字 她就特别生气 那祖辰老师你看着 你觉得 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 我就敢怀一下青春 这我也不太好说 学历差点 我没读懂啥意思 但她为什么非要提 那三个字呢 我觉得啊 这三个字就是她的逆临 你提都不能提啊 那我也谈过恋爱 那我跟我前男友 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呢 我们俩都 那你呢 你是怎么样的呀 不是她不是也没联系吗 她虽然没联系 但她老是发现 她前女友的一些东西 甚至还留着 她跟她前女友在一起 就是看的电影票票根 那都多少年前的老黄历了 你还留着呢 哥 你跟你前女友 到底谈了多久 我现在特别好奇 就一年多一点 就按照你现女友的说法 觉得你一辈子 好像也就都搭给你前女友了 在我那儿 就是找过去了 然后平时也不关注就行 所以今天你要来这儿 到底要干嘛 我觉得这件事 其实也怪不着前女友 前女友只不过是我俩之间 有一个导火索吧 真正还是因为她不够在乎 我们俩一会儿出去的时候 她连包都不给我提 只要是手机别丢 我丢了都无所谓 在这段关系当中 你觉得自己被忽视了 或者叫被漠视了 是这意思吗 那你来这儿干嘛呢 我就想问问 她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我 你真的喜欢这姑娘吗 我真的喜欢 在不在意 我个人觉得挺在意 是不婚不育 还是时机成熟了 要娶人家 这个我觉得 现在考虑这个还太早了 那你给你们俩的情感 界定一个阶段吧 你觉得你们在什么阶段 我觉得我们在 慢慢了解的过程中 她在乎我 为什么不做出一些表示 只是嘴上说说 就是 我感受不到你对我的在意 是这意思吧 对 我今天是要来在意的 要关注的是吗 对 我想要安全感 这玩意还挺麻烦的 你们四位能给吗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你先说一下男生吧 你真的爱你女朋友吗 真的 你只是喜欢她 但你还没到 爱的那个份儿上 爱里边至少有害怕在 怕的是她难过 怕的是她焦虑 怕的是她紧张 怕的是这个人离开 但你根本不害怕 你女朋友离开你 第一次她发现 你前女友的照片的时候 你一定知道 她的那个状态 是特别不爽的 你当场是删掉了 但是你也同时知道 你家里有无数的 前女友的东西 而且你也知道 前女友三个字 对她来讲 就像魔咒一样 只要前女友三个字 一出现 她立马炸锅 你刚刚那个微博 还发那个信息 还写前女友三个字 你想表达的情感 没有任何问题 但就这三个字 在她的生活当中 是绝对不能提及的 可是你不怕 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包括刚才我看那个石头 说实话真没什么 但是她不喜欢 对你来讲可能就是东西 但对她来讲 就是你还不够爱她的证明 那对于姑娘来讲 也是一样的 你希望她那么在乎你 要精心给你挑选礼物 要对你的所有情绪 要有照顾 要对你的脾气 要有包容 她做不到 你没有给她提供 任何警示作用啊 你只是小说小唠唠一下 你既然第一次 才跟她谈恋爱一个星期 你就发现她前女友 照片都留着 那么多东西都留着 你为什么不离开她 如果你要一个男人 主动给你爱 你不妨就精致地 把自己打造起来 别去乞讨啊 她前女友优秀 那你把自己打造得更优秀啊 如果她觉得 她前女友很自信 你也让自己自信起来 求来到爱情的女人 一定是自卑的 所以对于男生来讲 我希望你能做的 唯一的事情 就是坦诚地面对 你跟这个姑娘之间的爱情 不爱告诉给她不爱 喜欢告诉给她喜欢 分清楚这两件事情 你才能跟她的关系 能够好起来 我跟你说女生啊 你的滴流感特别对 她没那么在乎你 可能也没有那么在乎 她那个所谓的前女友 而你的问题是很严重的 你如果对一个人要求 完完全全按照 你自己需要的方式 那没有人能实现 她可能觉得累了 就想放松一会儿看看手机 她可能觉得工作的时候 我就有空来回你的微信 那是她不是你 如果你改变不了你这个习惯 要求别人像你一样 去看待感情 看待事物 看待工作 那你永远找不到一个 核心意的人 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是我们不再去要求 别人为自己改变 这叫成熟 这叫自律 这个自律你做到了 你会发现所有的感情 都变得轻松很多 第二 两个人相处 你需要东西 你是要明确告诉她 你想让人家给你提包 那你一开始就好言好语 亲爱的你帮我拎包吗 我就喜欢男生给我拎包 人家说要给你买礼物 买来你不喜欢 你就应该说 我喜欢什么什么什么 你下次买给我好不好 第三点最重要的 她为什么不在乎你 你从头到尾就像个怨妇一样 她为什么看手机不看你 手机比你有意思呀 手机不会唠唠叨叨抱怨她呀 想要一个人爱你 只有她觉得 你很被她吸引 她才会放下手机 所以爱其实很简单 去吸引她 不要追着她 你就能够得到她的尊重和爱 我看你们俩 这是你们俩一起的一张自拍 然后我现在是看到本人 我觉得你比照片上漂亮好多 就看你们俩的照片 我是觉得你们俩是般配的 但是看到你们俩本人 不好意思可能这句话 是不是有点冒犯你 我觉得她配不上你 我不知道是不是她前女友 让你有无形的压力 你觉得她前女友 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等等 然后你有这种心态 让自己要变得更好看 变得更漂亮 我觉得这个目的 至少是达到的 你心里面你要去找一个对标的东西 有一件事情我是比那个女生强的 这个不仅仅是在爱情过程当中 我觉得这也是在我们职场竞争过程当中 就是你要找到你的独特属性 你的不可替代性 而你不要拿她学历比你好 家境比你好 这种东西也改变不了的 不仅是爱情 职场也是 找到自己 我们这个叫差异化竞争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可以比 但是不要去比那些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男生 他有属于他们理工科男生那种迟钝 他说不婚不遇 其实刚刚那个男生就说 我这也是一个玩笑 我觉得那种玩笑不太好笑 而且非常的冒犯 如果真的自己不好笑的话 不要强行搞笑 理工科男生会迟钝 但我觉得理工科男生 有属于理工科男生的浪漫 我不管那件毛衣 你又没有支撑 你真实地买了一包毛线 我就觉得很了不起了 我其实特别喜欢你们俩 我特别看好你们俩 前任猛于虎 这个东西我承认 而且我觉得每一个现任 其实都是大虎的武松 但是我觉得爱情是不能去逼的 我告诉你 本来是旧爱 被你一逼变成了至爱 你一直提 他不想比较都不行 他的脑海里面所有的画面 曾经那些美好的瞬间 他可能都已经 真的就像他说的放下了 但你一直拿自己做比较 说为什么不删 为什么不删 怎么还有张照片 你怎么在课堂上偷拍他呢 你会提醒他 自信一点 我找不到你有什么好自卑的 你真的很漂亮 而且我告诉你 分了也没什么 分了你能找到更好的 他就不一定了 加油 前女友的照片 偶尔见到一次 像见鬼似的 但是次次出现 时不时出现 痕迹都没有了 开始写文字 来提醒你 前女友的存在 这就是坏 你像写程序一样的 在生活里头 植入前女友的代码 第一次发现你的女朋友 因为前女友 而大发雷霆 而有了情绪反应 你非常开心 那一次我相信是偶然 在接下来 包括送的那样的 一个小心球 明明都知道 自己的现女友会震怒 自己的现女友 会情绪有很大反应 心疼现女友 和不想给自己 找麻烦的男人 都会说 我哥们原来 送给我过那个球 而不会说 我前任送给我过那个球 为什么要说 真是无心吗 不 故意的 就是要刺激一下 为什么女生会自卑啊 漂漂亮亮的女生 在你这儿谈恋爱 谈得这么没自信 就是因为 你以我心中 还有一个女神 在不停地刺激到 明明是女神的 她开始怀疑自己的魅力 怀疑自己的一切 她把她的假想敌 当成了你的前任 却不知道 这一个前任的烟幕 但就是你放的 所有的耳 都是你投的 你故意告诉她 那个星球 是你前女友送的 你故意在自己的书里头 放了实体照片 一个人家里头 有那么多本书 除非放在最明处的 否则他不会看得到 就像我的书架里头 那么多书 如果哪一本里头 放个前男友的照片 我不单独给那一本 拎出来的话 我就不信谁翻得着 老师我想解释一下 星球那个事情啊 因为我是一个 藏不住室的人 然后他提起来 我就想起来 我脸上就会特别紧张 因为我心里有什么 我就会写在脸上 然后他就 他就问我 是不是和前女友有关 我肯定不敢说 然后他就 一点也不生气地 就说没事 我根本不生气 你就和我说说 我就听听 这事就过去了 我就想着 那他不生气 那我就告诉他呗 但我没想到 我告诉他了 然后他又窝在心里了 我如果没有看到 你写的那一条微博的话 今天你说什么 我都会信 我自己知道 每写的每一句文字里头 我们要提到哪个词 都是有意义的 特别你是在微博里头 潜词造句 写了那么一小段里头 你甚至写那一篇微博 都不是为了回忆你的大学时光 就是为了提 他来过 他来过没有 我都不太好说 也许他都没来过 只不过你一定要把 前女友三个字给写出来 前面你可以说是 女孩给你下钩 让你不得不讲前女友 这也是你会慢慢地 从整个的事情里头 知道一提前女友 他会有反应 这个就像是真的就是 像你在写代码里头 故意藏的一些bug一样 就到了这儿 知道一碰就死 一碰就死 就研究着 什么时候他会碰 他如果主动碰不着的话 我生活里头也没痕迹了 所以我就故意写给他碰 如果不是你总讲 你的女朋友会对 前女友的事情了如指掌吗 你的书里头有没有翻出来 偷拍他吃饭 偷拍他撸猫的可爱照片 你还给洗出来 当书签夹在书里 就像当一个女孩说 我觉得我处处不如 前女友的时候 她不是说我自愧不如容貌 自愧不如学历 而是你在我身上 花的那些心思 明显跟前女友不对等 你偷拍过我吗 你为前女友会 洗出实体照片 而你上一桩恋爱 离现在也没有很久远 这还是一个大家 很少用实体照片的时代了 但你们的照片 你洗出来过多少呢 她不让我偷拍她 她说在我的相机里面 她不要 你的前女友同意你偷拍吗 从哪来的这么多狡辩呢 如果你在对前女友 这个事情上 能够对你的女朋友 多这么几分认真 你认为你女朋友 会觉得你不在乎吗 如果你能像你回答我这样 在不停地解释 不停地为自己的辩护 和不停地找出例子 来证明你有多爱她的话 她还至于像今天这样 觉得你不爱吗 我也不觉得你回答 你的县女友说 我不婚不育是玩笑 那不是玩笑 那是真心话 那是脱口而出 还没来得及掩饰 因为很简单嘛 婚你拿什么婚呢 你做好了要去成为人夫 做人妇的准备吗 啥都没有 因为心里都知道 我享受我的单身生活 所以一旦看到她开玩笑 我们结婚吗 你会娶我吗 就害怕这个事情 由玩笑变成真 所以直接用了一个大杀器 见血封喉啊 你用了很多的心思 在这一桩感情里 却不是把心思放在爱她上 你的心思都放在自己身上 所以对女生来讲 就是如果你爱她 你爱去吧 没关系因为你还年轻 你不用急着现在结婚 但第一 你没必要活在 前女友的阴影里 因为那个前女友 根本就没有那么的好的阴影 那个阴影是她营造出来的 第二 如果你有自己的人生节奏 假如你想快速结婚 你想有一桩稳定的 更踏实的感情 也许你可以考虑换一个人 我相信米娜老师说的 那个所谓的坏打引号的坏 并不是代表你主观故意 但是你这样做的 所有的行为的背后 让一个成熟的 对生活有阅读能力的女性 她产生了很不好的联想 而这种联想 她说不出来 但是她的心理感受是有的 有一句话 我觉得说得特好 上半句话 大家努力去做了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都挺努力地去做 克制的爱吗 我不喜欢的 我不要给你了 但是下半句话 很少有人去做 己所欲之 甚是欲人 好多恋爱关系 搞得很糟糕 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喜欢的 我认为好的 我认为对的 我就一定给你 它就舒服吗 比如做饭这件事 放在母子关系里 那是一种权威 放在互动的恋爱关系里面 每个人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那我反问嘛 他上班累吗 辛苦 他做饭累吗 累 那为什么你不是搭手的那个人呢 所以你们仔细想一想 我觉得老师们说 分也好 合也好 从来不是这个舞台的目的 就是老师们所说的 所有的话的核心目的 真的不是说你们分还是不分 都是一种 帮你们揭示情感 和你们自己内心一点点 小真相的一个手段 道理要该怎么办呢 你们自己做决定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我觉得 其实你也不是不爱我吧 只不过你还是一个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你还是各爱你自己 如果你以后 不能 就是 不能 为我做出那么一点感变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也没必要在一起了 我觉得 就是 我们之前也遇到过一些矛盾 每次你提出来 我就已经及时的改了 就是 比如今天你说的那几点 我觉得我回去就立马能改掉 因为我 其实我根本没有去想那么多很多事情 我就觉得 咱们俩在一起挺好的 然后我也特别喜欢你 然后我就老去忽略一些很多的东西 但是 只要你提一次 我就记住了 就比如说照片的事情 你提一次我就删了 你提一次我就扔了 所以我觉得 就是我以后吧 就是无论你提到什么 就我立马就去做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 有一个特坏的想法 继续阴谋一下 他说亲爱的 我们结婚 你娶吗 我还没有想法 能做的做 不能做的 不倾诺 好吧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你们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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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做预测吧 小鹏老师 男生不出来 女生会出来 因为男生一点都不爱女生 我同意小鹏老师说的 他不是很爱这个女生 但我觉得他会出来 我希望是双出 我觉得那个男生他刚才60秒 那就是看到了李功课的迟钝 也看到李功课的浪漫 我觉得那是可以试一下的 来 米娜老师 男出女不出 来 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 请开门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请开门 自己选择 自信一点 因为人生路很长嘛 不是还要考研吗 来 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你以为我能对我好吗 能 能 肯定能 相信 你再相信我 来 请亮灯吧 得嘞 谢谢两位啊 谢谢老师 来 他们幸福了比什么都重要 放轻松一点 不过是一场爱情 认真的去活 比较劲的把所有的生命和生活放在一段感情里要好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好像变了一个人 从刚开始在一起 从刚开始在一起无畏不知的关心 到后来对我的敷衍冷漠 让我感受不到她的爱 在一起三年的时间 她的愣性 刁满和无力取闹 让我渐行渐远 为什么她就不能理解理解关心我呢 难道三年的感情就此结束吗 我慢慢地开始害怕和她相处 但分开三个月 我真的很煎熬 我不舍得放弃 但回想起之前的矛盾时光 我不知道我们的感情该如何进行下去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男嘉宾小周24岁来自江西直园 女嘉宾小周22岁来自湖南客服 有请两位有请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好 欢迎两位啊 都说这个香妹子辣 是特别辣是吧 确实 她是很刁钻的 很刁满 我怎么刁钻的呀 就有一次吧 我下班回来 她就说她不舒服 我也给她煮了红糖水 然后就以为是小吃 过一会儿 我就不知道咋的 她就冲出来 把我手机往地上一摔 直接咔了 手机就粉碎了 之前我就给你发消息说 我生病了 你回来顺便帮我带一下药吧 你呢 你回我了吗 上班的时候 那时候也不能玩手机啊 所以回来的时候 就玩了回游戏 才看到你那个消息 可是你回来之后呢 我也跟你说了 我不舒服 你当时 你是个什么情况 你说 请问这一个凹 是什么意思呢 我后面也给你煮了糖水 因为红糖水的话 对女生生体好 感冒 你给我煮什么红糖水啊 大哥 就这个时候不需要红糖水 是吧 对 这个时候需要 是关心和药 是吧 对 干嘛摔手机啊 那是因为他跟他朋友 打游戏嘛 然后太吵了 我本来就是一个病人嘛 本来就需要休息 扰您清静了 是吧 对 他在那里打游戏 声音好大 但是我就算吵到你了 你也没必要摔我手机啊 你知道这对我之后的工作 有多大影响吗 更过分的是 隔了几天 正好我是要回趟江西老家 声音证问他要 嗯 然后他就跟我发起脾气来 直接把我声音证给搬舌了 为啥呢 你心里没点输吗 你跟别人干嘛呀 我怎么知道啊 就是之前的时候嘛 他妈给他打电话 他说 儿子呀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这边呢 有一个姑娘 你要不去看一下 瞧一下呀 哎 你妈什么情况啊 你也都在电话里听到了 我跟我妈讲 我有女朋友 我也解释了这个事啊 这个女的呢 是我妈一个朋友 她闺女没嫁 就是她们 半局算谈了这个事 作为一个亲家嘛 我母亲就开个玩笑的那种话题嘛 哦 然后她就心里当真了 哦 开玩笑 你妈不知道你有女朋友吗 这玩笑能开啊 哎 女生这句话问到重点了 你母亲知道你有这位女朋友吗 知道 有女朋友还跟你开这种玩笑 这是玩笑吗 当时回家是为了去相亲呢 还是就是回家看妈妈 就是回家处理些事 因为我家是那个地宝嘛 处理些地宝的问题 啊 她也没问我啥事儿 然后就直接跟我发起脾气来 然后就直接把身份证折了 你也没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你就来问我 身份证给我 那什么语气啊 哎 你的身份证在她那管啊 对 因为我就是工资啥的都是上交的 今年你只有24岁 对 你们俩谈了几年啊 三年 谈了三年 现在等于你的财务在她呢 对 厉害啊 你应该问清楚嘛 你干嘛不问一句呢 因为当时就是比较着急 然后她也不搭理我 我就想起 哎 前几天她妈呢 才跟她打完电话 要她回去 然后你就这么着急 就要问我要身份证回去了 我就第一件想到的就是 你回去肯定是相亲的 这还没分呢 就相亲了 换谁谁不生气啊 就到后面 我就因为这个事 直接就是跟她冷战了嘛 然后后面我就去朋友那里 住了几天 因为这个事 因为没身份证我就回不去 然后跟朋友就谈论了这些事 然后我朋友就讲 这女孩子确实不适合你 你跟你朋友说这事干嘛 我就问你 你在你朋友那里诋毁我什么了 这也不一个事实嘛 然后后面她向我道歉了 就和好了嘛 然后到了国庆的时候 我们俩出去去一个网红打卡点 下车了之后 就发现包拉车上了 就里面有一些贵宗物品 谁的包 她的我 我的包 拉车里了 对 她在那车上的时候呢 她就一直打游戏 也不跟我说说话 我找她说话呢 她也就是爱搭不理的 不像是一个情侣的状态 下车了之后呢 我问她 我的包呢怎么不见的 然后她就突然想起来 拉车上了 这个不是您平常都管得很好吗 因为我跟她出门嘛 也都是男生背包 提东西比较多一些 我就反不了几句 她就对我动手了 然后让我就很下巴起来 这推廊几下而已啊 这推廊几下 你看别人 看我那眼神也就是很怪异 本来就是你把我东西弄丢了嘛 我比较着急 你那反正还顶嘴 我也不是故意的 你想怎样 你那什么态度啊 我就推你一下啊 我确实不是故意的 那个事 这是第一反应 不应该去找包吗 因为当时那个已经开走了 怎么走 没办法了 就比较急嘛 就是脾气都发在她身上了 后来这事怎么解决呢 身份证也没了 贵重的东西也没了 这还能玩吗 没办法呀 那个只能我后面再补了呀 就是补办比较麻烦 所以情绪才上来的 从摆身份证到动手 已经开始升级了 对 她就是一直不打理我 然后呢 我就登了她微信嘛 结果呢 我在上面 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 我看到了她 没把我制定 却把别的异性制定 微信制定 聊天记录呢 却没有 她还好意思说这个事 我就一登上微信就发现 我那些疫情好友咋都没了 我就懵了你知道吗 那你现在聊天记录干嘛呀 你有什么都不能让我看见的 因为我的工作是一个房屋销售嘛 房屋销售是机密的事情吗 记录不能让我看啊 就是说一些女房客 她说的一些话 我能控制我的行为 我的言论 就是说她们的话 我控制不了嘛 就有些话就是有点出格 然后她肯定看到 就会又对我发火 然后动手之类的 你爸一起误会 所以删了通讯记录 是吧 对的 我就是怕这些误会 你是因为她删了通讯记录 就觉得她有事 是吗 对 跟你说的是什么呀 不能让我看到 就是那个一个房客吧 她就是分手了 然后我就扒了几句 约我出去 就是说喝个酒啥的 然后我就拒绝了 然后我就把这个聊天记录 就直接给删了 就当没这回事似的 然后她就结果这个点不放 不行 这话你姓吗 我愿意姓 但她就是不纯粹 不是 因为她男性的她没删 就删意姓的 你删了不是让我更怀疑吗 而且吧 她跟她那些异性 真的是有问题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七夕的事情吧 她给我送的 是一些无关紧要的 比如电动牙刷啊 棉拖鞋啊 你说这些用得上什么了 然后 这不天天都得用吗 对呀 这个东西 重点是 重点是她给异性送的 就是口红 不是 怎么七夕 还给其他异性送礼物呢 不是 正好赶上 我们领导生日了 然后我们小组 之前就讨论过这个事 就是说老大生日 然后给他送点啥 我就看到 我旁边一个男的 就是说送了点 那个化妆品之类的 我就想着 女生要么口红 要么化妆品 我自己竞技能力有限 我也就送个一把来口红啊 你也知道 要么口红 要么化妆品 我不是女生 我是男生啊 不是 您那不是有牙刷 和棉拖鞋吗 那这块是 我考虑的就是说 这些东西实用 你说实用 你给他送的那些笔记本 不也实用吗 他可以在上面写写画画呀 你给他送笔 送些其他的 不也实用吗 办公也能用上吗 对对对 你也挺实用的呀 对对对 不别人都送了一些 化妆品之类的 我送一破本都上去 显得不就我寒酸了些吗 别人 那别人男朋友 也都送些护肤品啊 化妆品之类的 让女朋友晒朋友圈 背有面 我呢 我好意思秀啊 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 姑娘啊 就是我似乎觉得 这个男友在你面前 完全是透明的 钱归你管 身份证归你管 一个是经济大权 身份证是一个出行权 两大权利你都掌握了 关键是 他妈跟他说点小话 他微信朋友圈里的 一点异动 甚至他在办公场所的 一点点小事 你似乎都在掌握啊 你这个消息很灵通啊 又经常查看 他那些记录什么的 所以你经常查看 有没有查看出一些 什么铁证如山的东西呢 就是送口红啊 他这个就绝对不纯粹 给同事 给我啊 作为一个女朋友 他送的这东西 他说的那是他的小组长吗 是同事吗 是同事啊 这个能确认啊 应该是同事 男生所以今天来 就是很困惑 对吧 对 所以朋友指了一条路 说你来爱宝吧 是这意思吧 我来问问女生啊 你心里是不是有很多的委屈 你会觉得 这个男生变了 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就非常不一样 而且他现在吧 根本就一点都不关心我 就是有一次吧 我就在这公司里面加班 然后我跟他说 我今天会加班到很晚 你来接我一下吧 我没有带雨伞 外面下大雨了 然后他呢 也回了消息说 嗯 好的 然后呢 我是等他等到十一点 他就是一直都不来 为啥呀 我不来那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这个职业 就是说客户有可能容易被挖走 然后正好 就也是公司里的人 给我挖走了 挖走了吧 我就和他上前理论嘛 经理给我们的一些出生结果呢 就是说我们俩都扣钱 但是我觉得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我 千金万虎 找的这个东西嘛 成果呢 却是他来那个享受的 我那时候越想越郁嘛 就回家喝了这么一点嘛 哦 你是回家喝酒去了 对 然后没想到自己酒量不咋地 然后就断片了 喝多了 对 所以就是我不重要呗 最后还是没来接我呀 还是让我自己淋着雨啊 那你觉得你男朋友 这被人呛单的这种心情 你能理解吗 我就只知道 他答应了我的 不开心你回来 你跟我抱怨 你就不担心他喝多了以后 出点什么事吗 我也不知道他喝多了 我回这儿才知道他喝多了 为什么他这一个小时没来 你不担心他出事了吗 当时也没想这些 就想你怎么还不来呀 打电话也不接呀 这些 行 好 所以你是在情绪头上的是吧 这个是他变了 肯定以前不敢出这个事 那还有什么让你觉得 他变化的事呢 还有就是他现在吧 越来越不惊斗了 我生日那一天嘛 他呢给我准备了一个蛋糕 收到蛋糕之后呢 我就想 他竟然懂浪漫了 知道给我惊喜了 然后等他回来的时候吧 我就想逗他一下 我就躲在门后面 他进门的时候呢 我就把蛋糕抹他脸上了 结果他当场给我甩脸子 就是他给我动手了 你这是抹脸上 你就直接抹脸上了 我一上楼回家 家里黑漆漆的 一面就一大蛋糕 往你脸上抹 然后今儿的眼睛 那是抹吗 眼睛和嘴巴里面全是 就很难受 那我也不是故意抹啊 就是这么拍过去的时候 一下没啥作 我还能控制他 不是 你这拍过去 你显然就是想糊啊 主观故意啊 就是想弄人一脸啊 因为主要现在年轻人嘛 也就比较玩得都是这样嘛 然后就是他也不搭理我了 甚至呢也不陪我过 蛋糕那还甩我身上 这玩意我咋回你过啊 我自己这一脸蛋糕 被睁着眼睛 比自己都是 你还在那笑 那我不就转向就走吗 我甚至你把蛋糕 甩我身上 也没陪我过 让我一个人过来 不是 年轻人玩的都这样玩吗 你抹他一下 他抹你一下嘛 你生啥气啊 姑娘 重点是他走了呀 他也没搭理我 没陪我 让我一个人生日就在那里 孤孤单单的过着 行 生日都这么对我 对 那还得了是吧 然后呢我也觉得 我呢可能是有点过分的嘛 然后再到元旦节的时候呢 我就说 哎 我们出去一起看个电影吧 嗯 我本来那本意是想跟他 访合一下两人之间的氛围嘛 他当时呢也答应了我去的 到了那边之后呢 我争吵是看到 别人那里是周年庆电影院 嗯 有扫码的参与礼物的活动 然后我就说 我们过去参与一下活动呀 结果呢 他就是不愿意过去 因为我这些活动不愿意参加 我就比较就是慢乐的那种 就呆在一个角落里面 懂了 我问几个问题行吗 姑娘 行 还想跟他继续交往吗 他如果是还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能继续不下去 如果他不改 你要分手 是这意思吧 就还考虑 是考虑还是分手啊 别犹豫啊 给个明确的答案啊 我要明确我就不来了 哦 你也不明确是吧 就不太清楚 第二个问题 他如果真离开你了 你会伤心吗 会 如果他真离开你了 你能接受吗 也能接受 行 走吧 你在这儿待着干嘛呀 在一起毕竟三年了 说实话 三年的感情 所以你留恋的是什么 留恋的是他在 不发脾气的时候 对我的好 所以很多争执的情侣 牵扯着分不开 缠绕着 就是因为在情感生活当中 既有好也有坏 对吧 当想离开的时候 那曾经好的画面就浮现了 是这样吧 是的 可是当碰到事的时候 谁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对吗 你有没有觉得 在跟他的这个交往过程当中 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 我的脾气的话 唯唯诺诺的那种嘛 现在有点想翻身了是吧 不是想翻身 就是说 想让他改变他的脾气 不要在外面 就是对我这么暴躁 你敢跟他说分手吗 不敢 为啥 我没这个分手的想法 好 他那不是忍耐 他是非常对我 越来越冷淡冷漠了 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 行 您问 背叛 不爱 是两个分手的理由 哪个分手的理由你接受 就感觉他是对我不那么在乎 没爱了这感觉 如果没爱 你会主动提出分手吗 但我觉得也还是舍不得 两个年轻说了 生活当中太多的不满意 男生说了我没有那个 我也不敢提分手 我也不愿意分手 但是确实女生对我这样 我有点受不了 来吧 一起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让我们进入丘比特务院 女生你直接分手得了 你从头到尾根本没有一个 做女朋友的感觉 做女朋友的感觉是 我的男朋友会主动来关心我 我也会主动体贴他 照顾他 可是你从头到尾 三年来你做了一个妈 管钱是妈妈做的事情 儿子没有成家之前 妈妈特别害怕这个儿子长大了 钱乱花了 所以帮他管着钱 你男朋友三年前 你就帮他管钱 这不就是妈妈 他有任何的跟别人的风吹草动 你全都知道 这也是妈妈管儿子的 是管青春期儿子 到底在外面做什么了 所以你从头到尾在做妈 可是你又想做女朋友 你怎么能做了 同样我对男生的建议也是一样的 你刚刚说一句话 你说我也不知道那些女房客 为什么敢跟我说那些过分的话 出格的话 我也很好奇啊 你给了别人什么案 是让别人敢跟你说 那些出格的过分的话 一个人没有暗示别人是不敢做的 就像你门前立了一个 静止入泪的牌子 没有人敢进到你这个房间里边去 所以一定是你开了门 别人才敢说两句话 所以男生我会觉得 你一直在试探 看看有没有能够遇到 合适的一个人 只是你现在还没有遇到罢了 但凡你遇到了 你觉得中意的人 你一定会立刻背叛他 因为你现在已经开始 删信息 开始跟别人聊暧昧的话 包括开始跟别人送口红 你的那句话非常轻易 你说送口红很正常啊 那是别人要送我也要送 但是真的我也真的很好奇一点 就是送口红 在我看来真的是很私密的事情 爱情也好 婚姻也好 真的没有办法将就 就像你现在做的事情 我就是在凑合过你的生活 所以我会觉得两个年轻人 好的爱情一定是彼此给予要有禁忌的 你们没有对爱情有任何的禁忌 你们在不停地破坏 爱一定是有彼此主动关心 你们俩都没有了 凑合干嘛呢 所以男生 我先劝你两件事情 第一个 不要再去跟其他的女性 无论已婚未婚私聊了 过度地聊 一定会破坏你自己的爱情 第二个 如果你真的觉得女生 哪里做得不够好 好好跟她沟通 如果沟通不了 磨合不了 那直接放弃 因为好的爱情 是可以磨合的 但是不好的爱情 将就只会导致痛苦 我觉得你们两个从头到尾就没有爱过 为什么这么说 三年了 到现在都不知道彼此要的是什么 男生不知道女生生病了需要什么 女生不知道男生没有去接你 背后她的委屈是什么 你们俩都太坐享其成了 认为只要走到了一起 就这样呗 我有一个男朋友了呗 我也有一个女朋友了呗 就这样了呗 感情能就这样吗 有那么多好事就到你们身边了 女生 你遇到一个男生 你不努力 他就会一直爱着你 就会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你要什么 该送口红 还是该送棉托鞋 你不努力 为什么能收获爱情 有那么容易的事吗 你从头到尾说的每一件事 我听起来 都是你只想收获 不想付出 这就是你爱情的模式 你认为我跟他谈来的钱 就应该给我 就应该晒朋友圈 就应该送我口红 不送别人 什么都是理所当然 坐享其成 我听不到你对他有什么 特别多美好的爱的感受 男生说实话 我觉得你还真的不太爱他 可能还没他对你的感情深 否则你不会把他的包忘在车上 否则你不会和那些所谓的女生 有让我们正常思维觉得 越格的越界的行为 如果说最初走在一起 是因为彼此有好感 那你们有好感之后 根本没有爱上对方 你连他想要什么都不知道 既然没有努力 就不要指望着坐享其成 你们是不是能够以后爱上 我也不知道 但就你们现在所作所为 真的不如散了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 就是我觉得能够 还愿意一起来上节目的人 都没有走到所谓的末路吧 您想想您今天在这个节目上 给他的朋友 或者给他的妈妈 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你是一个会动手的女孩 然后我觉得非常 以止气势蛮横的 这样子的一个印象 然后这个时候你还指望 你妈妈 你朋友 在背后总不能说我坏话吧 你是不是对别人 要求有点过于高了 送礼物这个事我是占你的 女生收礼物的心态我太懂了 就是我们就是要发朋友圈 但是呢我要讲一个事情啊 我是觉得口红这个事 你不用太往心里去 送口红可能会有一点点 女性的私密 或者是这种情愫 但是老实讲 有的时候实在 不知道挑什么选什么了 也就是送口红 口红对又有一些 不会送礼的人 你男朋友我跟你讲 盖棺论定他不会送礼 不会送礼的人来说 他就是一个安全牌 你不用太往心里去 我觉得他跟他女上司没什么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你们刚刚又说什么 什么他变了什么 接受变化 我跟你讲两个人谈恋爱 就是接受变化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事啊 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有一天是那个人最大 生日这一天 人家蛋糕一虎脸上 直接甩脸子走了 你所有的心意都白费了 那个时候得忍啊 亲爱的 你过生日的时候 你也呼他呀 这种东西我是觉得 用尽心思准备的惊喜 不要因为自己一点点 小小的情绪就把它破坏掉 珍惜那个瞬间 因为我跟你讲 两个人谈恋爱没别的 就是靠瞬间撑下去的 我觉得吧 他能够让你看到他的手机 说明他心里面没有那么多鬼 好吧 我就说这么多了 李李几个事啊 第一个你们来爱情保卫战 不是因为你们的爱情有救 而是因为你们的朋友 都觉得你们没救了 但朋友不好下这个手 因为朋友担不起 拆散你们的责任 所以把你们送到这儿来 指望我们来拆散 而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觉得 你们真的得散 散这个事不只是因为不爱 还因为女生在这个爱情里头 弄得自己太难看了 我从来都看不得人难看 这跟长的 或者是说是你穿衣打扮 什么都没关系 而是你在谈恋爱的时候 整个的状态 这个状态生死利解 这个状态穷凶极恶 它就是很难看 你所有担心的可能 其实都是事实 你知道他妈妈不是可能不爱你 他妈妈是真的不爱你 他不是可能不喜欢你 他是真的不喜欢你 他不是可能觉得你不配用口红 只配用实用的 他是真的觉得你不配用口红 你只配实用的 口红是给谁的 口红是要涂到对方的嘴上 如果他需要他的女上司 对他有额外的好感 他也可以去买个大牌的护手霜嘛 但是护手霜这玩意儿 好像送妈妈似的 就没有那么多的情感符号了吧 所以你挑了口红 你能说一点意思都没有吗 你也懂他是什么意思 你也知道女朋友肯定爱这个 但你就不给 为什么 因为在你心中你知道 女朋友不配 你过生日 你以为他来晚了 是不来的意思 你信了这个 所以你把蛋糕 真的呼到了他脸上 你那一刻不叫开玩笑 你是泄愤 就是这个人即使出现了 我也要拿蛋糕呼他 因为我原本以为 我是要孤独地过这个生日 呼他的那一瞬间有爱呢也有气 但是对于他来讲 他解读到的吸收到的只有气 因为这个动作确实不好看 姑娘 你们两个人分手了半年 其实就应该就那个分手下去 不要让这个事情苟尾絮雕 你们回忆起彼此 仿佛还能够想起来 我们虽然爱得不好看 但我们好歹曾经叫有激情 但是现在你们不一样了 你们经过半年的沉淀之后 狗尾絮雕两个人在一起 到最后发现我们没什么好讲的了 我们也没什么好想的了 因为他都已经不来接我了 他宁可在家里喝醉 也不到我身边来了 这样的一个复合 原本就是无意义的 而为什么复合了 因为你在被人爱的时候 你才有信心 你才会认为你所向披靡 可以去征服女上司 可以去征服女客户 但是等你一旦分手了 你发现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社会职业人 没有那么多人喜欢我 我以为我可以垂手可得的女神 都没有拿到手 所以回头又去找了这一个现成的 还搬着的女人 你只不过是图省事 只不过是追求女神败北 心里都很清楚 没爱了 可能女孩还有一点 但更多的是一个意气之争 这个争就是我为什么输了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我那么爱你 你为什么看不到我火 他不是爱火 而是真火 所以就这样吧 把这一层遮羞布给撕了 今天你们分手再也不要复合 祝好运 你是怕失去她 还是怕失去一个女朋友 你是怕失去她 还是怕失去一个结婚的对象 你琢磨琢磨 你是害怕失去这个男人 失去一份爱 还是说在这段关系当中 她曾经给你带来很多 温馨而舒适的东西 你也 我觉得吧 我们俩之间 确实矛盾点很多 但是 我这人就是比较木讷 也不知道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就有些场合 拎不清 但是 我是真的不希望 我们之间就是出现这种裂缝 可是真的 你很多事情都 让人容觉得误解 很让人容觉得误会 你知道吗 你做事之前 你都不考虑一下都吗 而且你 感觉就真的 不怎么关心我了 你真的为我身体考虑了吗 你在乎我吗 就说你真的 心里都没有我了 我们就再考虑一下吧 请回 谢谢你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爱奇艺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小鹏老师 你觉得他们会听你的建议吗 感觉不会 但我特别希望他们分开 我觉得 女出男不出 我觉得男出女不出 双不出 这是我美好的期待 我们一起看结局 请开门 我只能祝他们幸福 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另一半 精彩节目 再一次的 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也感谢电视机 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荣美好 更未来 天津卫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